持續來關心T1聯盟在天母開幕 12月18號才要迎接主場賽程的 台南台岡獵鷹隊 在市區舉行了掃街的活動了 球員們走上街頭邀請台南的鄉親們 到時候可以進場為他們一起加油 為了讓民眾更認識台南台岡獵鷹籃球隊 球團呢是直接走訪了大街小巷了 來增加他們的曝光率 也已經過許多這個台南知名的景點 包括了和樂廣場 美術二館等等 許多民眾熱情的來和球員教練們來合照 12月2號他們也將在家藥大學舉辦邀請賽 涉及在台南的市民都可以免費領取門票